首先的話,我們 VBA 部分 其實後面我會希望一、二、三 又多了三個 所以以後按鈕又越越多就對了 反正一個按鈕代表什麼? 就是一件事情的解決 按鈕就做出來 你會覺得事情感覺就已經 就會感覺越來越 越踏實的感覺 然後越有成就感 做起事來,你會越來越有熱情 然後越來越有朝氣 會覺得感覺越來越有希望 但你現在可能還沒有那種感覺 因為我看到就是以前上過我的課的同學 他們會 他們很熱在其中的 一直不斷地找問題 然後一直去克服 然後會發現說 因為有了正向的循環 讓他的工作效率越來提高 然後他的時間變得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越有時間 越來越有時間 他可以研究這些東西 然後他的專業技能越提升 所以一直覺得說 一直想學更多東西 所以一直有問題一直發問 這好現象 最怕就是你們可能 不知道要問什麼問題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總共會有五個按鈕 我先按給各位看 第一個按鈕 輸出到這裡 這什麼呢?公式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就把這個公式丟到這裡而已 這寫也沒什麼 OK 就是一個步驟 SOP之前講過了 所以將來這個丟公式 我可能就不會再重複講 因為應該都會了 不會的話回去自己把前面的複習一下 清楚的話這個應該沒問題 所以寫的話 如果I等於第二列到第七列 或者是向下追蹤的列 然後呢 它裡面就是什麼 SL10的I列的H欄 等於這個東西貼過去 因為裡面有雙訊號 所以你先取代過 再貼就OK了 所以程式應該沒有很複雜 而且這種方式還蠻容易的 所以第一步的話呢 開啟Visual Basic 插入一個模組 打一個SUB 乘機底線公式 Enter 然後呢 For I等於2到7 然後Sales的I列的H欄 H欄實際上就習慣上放在這邊 然後等於什麼呢 等於後面這一串 先取代過貼過來 然後貼過來之後的話呢 會有幾個問題 因為這裡面會有2 2 2 有3個2 變成I嗎 I的訣竅記得吧 雙訊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放到I就好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什麼呢 把這個給完成了 輸出 所以這個我前面講過 請各位自行練習 那比較難的在這裡 這個成績 合格不合格 這個的話呢 是用VBA寫出來的 OK 然後這個的話是 裡面的話沒有公式 放合格跟不合格 這個的話是ABC 你會發現它不是丟公式 可是在VBA裡面的該如何撰寫 這兩個按鈕 我們來看一下 1一樣切到VBA 成績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一樣呢 我們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成績嘛 你按Enter Enter 那再來的話呢 回圈範圍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乾脆拿清楚這個 來複製 一樣是什麼 For I等於第二列到第七列 然後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裡面呢 不外乎就是合格跟不合格 兩個東西 可是問題目前只有一個格子 那我要怎麼輸出兩個結果 合格或不合格呢 這邊的話我先輸出一個合格好了 也就是說呢 輸出的範圍 這邊的話呢 我就輸入一個合格 OK 那當然你如果目前這樣執行的話 全部都合格 不對啊 怎麼全部都合格 這樣老師就沒辦法 而且啊 其實程式有部分 其實像我蠻喜歡用這種東西 為什麼因為改成績 像尤其現在一個班上 這一班人很少對不對 那大學現在至少都五六十個人起跳一半 每次改成績就會花很多時間 那怎麼辦 善用方法 所以呢 怎麼樣判斷它是不是 及格 所以接下來的話 請你在4回圈的下方按個TAB鍵 if 這邊注意喔 關鍵來了喔 if 如果什麼呢 我什麼時候輸出合格 什麼時候輸出不合格 關鍵的地方在哪一欄 平均成績 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成績要拉過來 所以呢 要把這個成績拿到這邊做判斷 如果 那個儲存格我怎麼敘述它 我總不能用什麼 Sales Sales 刮虎 你現在不能說第二列的一欄 如果你現在第二列一欄 那以後呢 都只會第二列一欄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應該改了嗎 改成R1就對了 有沒有 它如果第一次是2 那NAS之後變3 NAS之後變4 OK 大於等於60的話 空一格 then 你有沒有發現 寫法都一樣 如果 什麼條件 為true的時候 我先enter兩下 打一個else 再enter兩下 打一個endif 如果是兩重邏輯 我是建議 各位就是要先把這個架構先打一副 一個條件 然後 然後 然後什麼呢 請你記得把這一行 搬到這邊來好了 rem的話指的是 如果它為true的時候 那我就輸出合格 else呢 就是輸出不合格 所以喔 其實也是可以的嘛 把這個 複製 貼到這邊 所以我習慣上 拖拉加Ctrl鍵 加一個不就可以了 OK 這邊的話呢 加一個不合格 OK 好 我們程式就大功告之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敘述吧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程式雖然 沒有幾行 但是未來 我們做邏輯 都要寫成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架構喔 還有一點喔 請各位務必注意喔 這個縮排喔 這個縮排請各位務必喔 一定要縮排喔 之前的同學 可能都比較新奇 然後就全部都沒有縮排 全部都放一起 那全部都放一起喔 就會長得像這樣 有點像 就 shipping tip 其實這樣子程式也是可以擇習 不會錯 但是喔 說真的 我光看這個程式 我看 覺得很頭痛 為什麼 因為沒有結構 沒有結構的話 我就不知道說 回圈 因為我習慣會先看4回圈的頭在哪裡 然後有沒有 所以剛剛的地方有沒有 剛剛我們把 你會發現喔 頭這邊有 那就很內設 也就是說 這個範圍裡面就是我要跑回圈的一個範圍 有沒有 然後呢 如果有if 看看他有沒有else 如果有的話呢 就反之 有個敘述在這裡 ok 然後會有個n的if 那特別注意喔 一個都不能少 也就是說這些喔 都必須一定要有 所以以後 如果你要寫 那個 邏輯的話 反正你就是找一個範圍 罩子打 ok 不要打錯就好 他邏輯在這邊 ok 敘述這樣 如果為錯的時候呢 就是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所以我把這個 給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所以剛剛我先清除掉他好 清除 合格不合格 看好不ok 看一下 跟這邊一模一樣 有沒有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多重 這邊有if 有else 如果有abcd的話 那我該如何做多重的敘述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所以就可以注意喔 邏輯含 邏輯含 這個很重要 尤其在回圈裡面常常被用掉 為什麼 因為你會告訴他說 我的範圍在哪裡 請你 針對這個範圍的資料 來幫我做什麼樣的邏輯判斷 所以你會發現 那個 回圈邏輯判斷 等於是 怎麼講 很好的partner 有回圈裡面通常也都會 加邏輯判斷 所以像剛剛寫的這種架構 以後呢 會不斷的反覆出現 所以呢 你就一定要對這個很熟練 而且打錯一個字都不行 也就是你要對這種架構 是很熟悉的 試一下 就是兩重邏輯部分 那麼 大小小小的 鼻子